在巴黎有一群温州大妈 天天跳广场舞 但个个都不简单啊 这个法国人惹了一件大事 希望大妈能够帮他摆平 什么事呢 他是巴黎警方的一个小繁衣 利用植物之变 偷偷搞到了一千多公斤的毒品 成了全国最大的通缉犯 他为啥要做这个事情呢 请接着往下看 那天他在窃听一个贩毒大案 听见运毒人员在给家里打电话 而电话那头 真是养老院护工的声音啊 瞬间 他心中形成了一个天才计划 马上谎称不舒服 下班 然后找到了护工 说你儿子现在很危险 抓了就是枪毙 看在你照顾我妈的份上 我帮你一把 等我给你信号的时候 你就给你儿子打电话 诶 他又回到了岗位上 摸清情况之后 偷偷拨打了一个电话 护工马上告诉儿子 快点便到 把手机也快扔了 追踪气上 信号消失不见 警察们傻眼了 马上出门追捕 可惜找到货车的时候 里面只有一些杂货 护工儿子被抓了 当然什么都不说啊 警方只找到了一些小问题 勉强能关他一年 比枪毙可强多了啊 他呢 也不拖泥带水 偷偷研究了 小伙子藏毒的大概路线 直接拖关系 领养到一只退休的缉毒犬 然后沿途找了过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 小狗带他来到了一个地方 打开门 全部是一大包的那个傻 怎么办呢 直接拉回家 小车不够装就开个面包车来 在刚刚拉完之后 正好和来找货的黑帮插肩而过 黑帮扑了个空 好险啊 大妈回了家里 马上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阿拉伯富商 开始寻找下家 在巴黎街头 出现了一个中国的蛇皮口袋 里面装的可不是一般的东西 几十公斤的毒品 这个口袋是他在中国房东那儿买的 够大 够结实 为了把这一千多公斤的毒品卖出去 他找了两个小混混做分销 不停地更换交易地点 为了便于联系 他还学会了一招 在游戏里和对方碰头 躲避警察的追踪 平时呢 正常到警察局上班 但其实啊 队长已经开始怀疑他了 为此他使出了美人计 和队长谈起了恋爱 用爱情充分他的头脑 另外一边继续加速出货 为了隐蔽 他甚至把东西放进超市储物柜里 然后把钥匙粘在食品后面 让小混混来取 他很快成了全国最大的通缉犯 代号头巾大妈 天网灰灰 这天交易的时候 他们终于被警察盯上了 更不幸的是黑帮也找到了他 真是走运啊 他马上打电话更改交易地点 拿到钱后直接开始飞奔 结果撒了一地 还被路人抢走了不少 捡起来接着跑 黑帮人穷追不舍 他灵机一动 告诉几个巡警说 那个怪人一直跟着我 救救我呀 靠着小机灵 这才勉强脱身 研究着今天的监控 队长对他产生了高度怀疑 他在数钱的时候 队长来敲门呢 问你昨天到哪儿去了呀 他回答说自己在老母亲那儿 老母亲死了 他也没有说假话啊 老母亲真的病死在了养老院 当时他心生邪念啊 也是因为母亲 养老院的费用太高了 确实交不上了 他的确是个大校女 因为知道他喜欢逛商场 所以把他的骨灰 撒在了商场的各个地方 队长啥也说不出来了 转身离开 这温州的房东突然进来了 到处指指点点了一番 突然掏出请柬 说温月儿果今天结婚 以期来骇哦 以前啊他穷 房东都没省眼看过他 这次能请他参加婚礼 他感到很荣幸 这天他好好打扮了一番 把自己两个女儿也叫过来了 没想到门口还有保镖收身啊 进去之后一派热闹景象 他们不知道的是 两个提花盆的偷偷混进来了 从花盆里掏出枪 他们正是黑帮 来找他算账了 可惜啊可惜 中国大妈有多厉害 直接吩咐保镖给他们突突了 他紧张的不行 说报警吧 大妈说算了 咱们中国社区打报警电话 根本没人过来 我们自己搞定就行了 扭头就叫人把尸体拖去埋了 接着对他说我们继续嗨吧 毁尸灭机啊 他也是高兴坏了 直接把手枪当做结婚礼物 送给了大妈 大妈语重心长的说 你这个事情还是不要干了 放在咱们中国 早就枪毙了一百回了 你还是金盆洗手 给我们温州人当翻译吧 我们一起去迪拜做生意 温州大妈真是他的贵人啊 他按照对方出的主意 把剩下的四百多斤放了回去 然后给警察通风报信 成功将自己洗白 一代毒枭 从此成为温州人的打工仔 我是曹曹 明天见